朱莉叶早期出名的时候呢 其实是由于贵 早期这个花排绎出来的时候呢 它的预估价值就非常的高 而现在呢是远远超越了 它当初预估的三百万的一个价值 所以朱莉叶呢就一直以来 一路在切花当中啊 都是一个天花板的存在 目前来说没有谁超越过 它在花有心中的地位 它为什么这么知名呢 由于它一整年开花都是非常标准的 哪怕是在夏季的时候 高温暴晒之下 它依然是这种非常标准的 奥斯汀的包子形状 这个花不仅是开花标准 而且它多头性也很强 直立性也很强 分支性也很强 那你修剪过后 复花性也很强 所以它门门功课都好啊 它可以做到就是在两广地区 一整年开花都是这种 开爆的一个状态 非常夸张的 所以这个花不仅能在阳台 在花园做一个非常风花型的 切花月季存在 在花地里面剪下的花瓶呢 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因为它单花花期非常长 所以至今为止呢 朱莉你很难发现 有人不爱它 每个人对它都是不停地去赞美 所以这个会儿推荐给大家 货货的花园 实现你的花园梦想 我们下期不见不见 拜拜